一年一度的澎湖花火節 就在昨天晚間登場了 那麼現場是湧入超過兩萬八千 名民眾把澎湖的街頭擠得是水泄不通 但是也發生了不少缺乏公德性的行為 包括就是有遊客呢 就撿起了地上石頭 直接往海裡丟 而另外也因為大量遊客的湧入 造成當地生態環境遭受到破壞 渲染的煙火照亮夜空 因為受疫情的影響 延期三個月的澎湖海上花火節 終於在六號晚間正式登場 先以兩萬八千多名遊客 一起共襄盛舉 今年還有迪士尼漫威英雄圖案 在夜空中排出 長達15分鐘的煙火 讓民眾看了直呼好過癮 今年好像多那個主題 就是會讓人更加想要過去看看 比較想看 因為有麻麻 對 就我非常喜歡麻麻 對 就是我這個心一定要來 澎湖的魔星分海 也是遊客的觀光順地 不管是平日還是夏日 都湧入大批人潮 但人多眼神亂象 就有遊客不顧紅旗警示 直接下海 甚至還直接亂丟石頭 被管理員看見 立刻廣播制止 前面的人青年都被丟石頭 你那麼簡單就把石頭拖出去了 那要花多少力氣 才有辦法回到你腳下 快一整年都沒有辦法回到你腳下 你快為你的功德心 魔星分海每年常常 吸引大批遊客前往 卻不時周圍發生 有遊客撿起地上石頭 接著往海裡丟的情形發生 導致步道越縮越小 那麼這一兩天呢 因為有遊客不聽勸服 暫時還不到開放的時間就下水 這是非常危險的舉動 那麼在此呢 呼籲所有的遊客好朋友們 一定要注意自殺安全 遵守政府相關的規定 在此彭管處呼籲 遊客務必要注意海域安全公告 以及發揮功德心 不要亂撿石頭 以及亂丟垃圾 一起維護海景 別讓生態環境遭到破壞 記者林靜彤 胡雙恩 澎湖報導